新闻元宣传上面 谁能抗衡特斯拉的CTC技术呢 当然是比亚迪的CTB了 来 跟着沙姐姐一起上车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大家有点兴趣啊 什么是CTB CTC 我们现在就来继续的说一下 CTC技术其实是特斯拉的 然后翻译过来的是CO2X电池底盘一体化 那比亚迪的CTB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CO2玻璃电池车身一体化 其实说到比亚迪呢 我知道大家很熟知的就是它的刀片电池 其实人家还有一项新的技术 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CTB技术 而我们在新闻元宣传上面 所常看的这些新闻元呢 更多的还是采用的CTP的技术 像原来传统的这种电池组合呢 它是由电芯 模组 电池包以及底盘 这样构成的 那比亚迪的CTB和特斯拉的CTC呢 也就是将它的电芯和电池包 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之后呢 你可以理解 对这两者之间啊 它现在是一个成型的三名车 比亚迪它的CTB技术 其实离不开刀片电池的 因为刀片电池它的结构呢 也是比较特殊的 长方形的结构 再加上超级的刚性 这样一来呢 比亚迪才衍生出了 内蜂窝铝的这样一个结构 才让整体的电池一体化 比亚迪将刀片电池包和车身 整体连接在来一起 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完整体 从而取消了传统车底板的设计 将地板上就是电芯的上盖 到电芯将拖板三折呢 与车身集成了 形成了高强度的整车三明治的结构 那相比较特斯拉的CTC技术呢 比亚迪它侧向的强度和扭转刚度的 横向刚梁 它还留在车上的 而不像特斯拉那样结合到电池的盖板当中 所以它侧面运动的空间呢 比特斯拉是要小的 这也让整体呢 也会更轻一些 侧向的刚度和扭转的强度呢 也会更高 整车的扭转刚度 它是提升了70%的 既然带来这么高的一个扭转刚度了之后呢 当我们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啊 它车身变形就会越小 同时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驾乘体验 那这个技术还带来什么好处 它带来的是有更强的可拆卸型和密封性 相对来说啊 电池维修也就会更加的便捷 这样看来以后 比亚迪它的电池维修成本 肯定会低于车子拉的 那么现在CPT这个技术 放在了比亚迪的什么车型上面呢 就是在海报 据说啊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车站上面 比亚迪还会公开两款 同时拥有着CTB技术和刀片电池的车型 大家一起来猜测一下是哪两款呢 好了下车